法国战役之后 希特勒随即开始攻击英国 不利点空战爆发 从表面上看 希特勒似乎决心在西线与英国死磕 丘吉尔非常着急 重视英国的海军空军非常给力 但是如果希特勒坚持要实施登岛作战 即便德军登岛作战失败 势必也会给英国造成严重的创伤 英国不能独自在西线承受德国的全部暴击 丘吉尔把目光移到德国东线的苏联身上 此时此刻 苏德还是民意上的盟友 斯大林还在为希特勒 源源不断地提供德国所需的各种战略资源 这个时候 英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离间苏德关系 让德国双线作战 从而减轻英国的压力 丘吉尔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让情报部门制造大量的假情报 就是图景之一 目的就是让斯大林认为 德国将要攻击苏联 同时也要让希特勒相信 苏联也正在准备进攻德国 当时的假情报满天飞 斯大林一直不相信希特勒会攻击苏联 丘吉尔也没有办法 只好以备忘录的形式 直接警告斯大林 说 如果英国与德国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太长 英国将会被迫与德国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来结束战争 到时候 德国可能腾出手来 集中兵力 向东攻击苏联 获得希特勒所谓的生存空间 丘吉尔给斯大林的这份特殊备忘录 其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希望斯大林立刻向德国发起进攻 只要斯大林动手 按照当时的情况 德国两面手底 苏联必能占据上风 面对英国的建议 斯大林并没有理会 对希特勒来说 苏联却是一定要打的 希特勒在法国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向德国高层秘密宣布了消灭苏联的意图 克林一联华 坡 三15 北京 多数 毫不准备 似近 远 雅 坡 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梗在猴如芒在北 左思右想之后 希特勒就纵容匈牙利 也去占一点 保加利亚也占一点 就这样 罗马尼亚被两边挂分 一年少了30%的领土 罗马尼亚确实是希特勒 肝胆想找两类插刀的盟友 希特勒需要更多的军队 来加强东线的防御 如果这个时候 要强行登陆英国 可能会产生难以承受的损失 当年9月17号 德国空军无法在 布雷连空战中取得优势 随后 希特勒无限期 推迟了攻击英国的海事计划 开始筹备入侵苏联的 巴巴罗萨计划 当然了 苏联东方战线的强势 以及罗马尼亚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只是希特勒决心 入侵苏联的众多原因之一 由于英国海军十分强悍 空军也不弱 德国无法在短期内 以较小的损失击败英国 如果持续进攻英国 那么德国与英国的战争 将会陷入消耗战 当时强大的美国 虽然没有直接参战 却在英国的背后 源源不断地提供战略物资 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德国想要在这场消耗战中 击败英美 只靠目前拥有的战略资源 是远远不够的 希特勒认为 只有夺取了苏联的矿产资源 工业中心和乌克兰大粮仓之后 才能确保对英美作战的胜利 持续进攻英国 还会出现一个更坏的结果 就是有可能会逼迫美国直接参战 德国高层认为 消灭英国背后的美国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消灭苏联 却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 不列颠空战在无法取得优势 希特勒立即放弃了海事计划 当时英国在法国战役中遭遇惨败 退出了欧洲大陆 英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 在欧洲大陆作战的能力 英国必须依靠一个大陆强国 才能威胁到德国 苏联就成了英国的救命稻草 希特勒认为 只要击败了苏联 再去对付英国 那是易如反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希特勒停止攻击英国 其实也能有效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 只要美国不参战 那么日本在亚洲的利益 就能确保无忧 以便在经济上 长期支撑逐行国开展世界大战 希特勒把矛头指向苏联 在短期内对英国有利 但是从更长久的战略来看 苏联的命运 其实是和英国紧密相连的 如果德国战胜了苏联 英国即便在美国的援助下 能够继续苟延残喘 那也将彻底失去 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那么日布洛帝国将会彻底没落 1940年12月18号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第21号指令 确定了进攻苏联的战略目标 苏联在当时是超级大国 地广人多 工业雄厚 德国是哪来的信心敢攻击苏联呢 德国不仅有 还信心十足 希特勒和德国军方的那些将领 普遍都没有把苏联放在眼里 在1920年 苏联建国的初期 苏联的80多万大军 被波兰70万军队打得溃不成军 苏联上亡了十几万人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也因此化给了波兰 1939年底 苏联攻击芬兰 70多万大军攻击芬兰34万人 结果苏联上亡了35万 芬兰上亡了7万 冬季战争 苏联上亡过半 已产生输场 这让苏联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苏联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 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将领 苏联战争就充分暴露了 苏联中高层指挥官的能力不足 而德国在布兰战役和法国战役中 取得的巨大成功 德国高层认为 德国的军事指挥要远远优于苏联 除此之外 苏联复杂的多民族背景 让德国觉得 苏联社会结构具有先天的脆弱 希特勒甚至宣称 苏联就是一座腐朽的建筑 只要把门提开 他自己就会倒塌 希特勒对这场战争很有信心 他骨策巴巴罗萨行动 只需四个月便可取得成功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参谋部 也非常仔细 他们考虑的并不是能否击败苏联 而是在击败苏联之后 是否真的能将大英帝国 给瓦解掉的问题 在入侵苏联之前 希特勒要把夹带苏德之间的 那些东欧小国 全都绑到自己的战程上 德国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威吓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都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 芬兰虽然没有加入这个条约 但是也将配合德军 从北部攻击苏联 1941年3月5号 德军发布第24号指令 希望日本尽快在远东采取行动 目的是牵制英国在远东的强大兵力 并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太平洋 一切准备完毕 希特勒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将巴巴罗萨行动的开始时间 定在1941年的5月15号 然而出现了意外 由于南斯拉夫发生了政变 之前同意加入德伊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协议 现在无法履行了 最为致命的是 当时意大利入侵希腊 已经打了半年之久 毫无进展 整个巴尔干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所以希特勒决定先攻击南斯拉夫 德国在1941年4月6号发动进攻 12天后南斯拉夫吐下 之后希特勒又顺便帮助意大利 一举击败了希腊 巴巴罗萨行动因此推迟了一个月 尽管如此 德国高层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推迟一个月也不妨碍计划的实施 轴行国势力深信巴巴罗萨计划 很快就能取得成功 所以他们在制定这个计划的同时 也开始考虑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 苏联一旦被粉碎 德裔两国就可以确立对欧洲大陆的军事霸权 之后的计划就是占领阿富汗 夺取印度 按照法西斯高层的计算 到1941年秋天 就可以开始攻取伊朗 伊拉克 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了 然后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 控制制波罗萨海峡 截断英国与所有殖民体之间的联系 进而包围一轮三岛 在纳粹德国的眼中 近战苏联是他们整个侵略计划中 最重要 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环 这场战争 不是为了谈判桌上的话语权 也不是为了争夺一城一地 这是希特勒眼中所谓的 日耳曼人生存空间之战 按照纳粹官方的标准 当东欧被真正的德国人 或者是拥有日耳曼血统的人 给定居时 东欧的日耳曼进城 才算完成 而纳粹的政策 有严谨德国人与外族混血 这就意味着 一旦东欧被德国占据 那么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中的 低等斯拉夫民族 将会和犹太人一样 被种族清洗 为此纳粹专门制定了 惨无人道的饥饿计划 在计划中 那些东欧地区的城市人口 将由饥饿计划彻底清除 纳粹预期的目标是 二死三千万的俄国人 以此节余更多的资源 来养活德国人 所以德国针对苏联的战争 这绝非一般的战争 这是亡国灭种的大战 这场战争的胜败 不仅决定着苏联人自己的命运 更将决定着 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1941年6月21号晚章 300多万德军 静悄悄地埋伏在边境上 掐着手表去世代发 为了这次进攻 德军陆军在边境上 集结了南北中三个集团军群 一共13个集团军 39个军 125个师 其中的主力 就是这个德国中央集团军群 由德国伯克元帅指挥 下下两个野战集团军 和两个装甲集群 共计16个军 50个师 总兵力75万人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 这两个野战集团军 分别是第四 第九集团军 一共拥有34个步兵师 中央集团军群 还有一个后备集团军 就是第二集团军 这个集团军 在比亚维斯托克 明斯克战役期间 没势上劲 之后在斯莫朗斯克战役中 才逐渐跟上来 所以 在前期 第二集团军的兵力 我们暂时不及 中央集团军群的 进攻矛头 就是这两个装甲集群 分别是古德里安大将指挥的 第二装甲集群 和霍特大将指挥的 第三装甲集群 这两个装甲集群 一共包含9个装甲师 6个摩托化步兵师 和一个真骑兵师 中央集团军群的 这两个装甲集群的兵力 几乎相同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 有5个装甲师 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 有4个 一共有9个 各式坦克 1936辆 其中性能比较好的 38T 3号4号 一共1306辆 除了陆军之外 由凯塞林大将指挥的 德国第二航空队 为中央集团军群 提供空中支援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 战略目标 就是沿着比亚维托克 明斯克一线 夺取奥尔沙路桥 然后以斯莫伦斯克为基地 进攻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对面的是苏联的 西方面军 有苏联的 巴佛罗夫大将指挥 在1941年6月22号 苏联西方面军 主要由4个集团军组成 分别是 第3 第4 第10 第13集团军 外加一些方面军的直属部队 总共拥有45个师 其中有25个步兵师 13个坦克师 7个摩托化步兵师 总兵力 67万5000人 各式坦克 4522辆 其中 性能优秀的 KV1和T34 有592辆 从直面数据来看 苏联的西方面军 绝对有实力 与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 拜一拜手办 苏联西方面军的防区 在比亚维托克一带 在比亚维托克东面 就是明斯克 明斯克是现如今 白俄罗斯的首都 在二战时期 明斯克是莫斯科 与波兰之间 非常重要的 公路铁路交通枢纽 1941年6月22号深夜 苏联军方 也觉察到边境异常 认为 德军确实极有可能 会在当晚进攻苏联 于是 就向西部边境的各个军区 发出命令 全部军队 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但是要注意 不能挑起战争 由于这个命令 发布的时间太晚了 苏军的通讯效率 本来就非常低下 这导致苏军西部边境部队 在命令发出的两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6月22号凌晨一点左右 才陆续收到命令 这距离德军发起总攻的时间 只有两个小时 然而更让人无语的是 苏军的大多数军队 一直到战争爆发 都根本没有收到命令 1941年6月22号凌晨3点15分 德军对苏联西部边境 发起全面进攻 苏德战争爆发 德军率先在边境上 对苏军的防御攻势 实施大规模炮击 与此同时 德国空军对苏联军队的集结点 指挥部 调度中心 补给基地 机场等设施 实施猛烈轰炸 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 都是德国情报部门 事先侦察过的 实施空袭的德国飞机 最远抵达列宁格勒附近的 科伦斯塔德海军基地 以及南部比萨拉比亚的伊子梅尔 和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布尔 德军侵犯边境的消息 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莫斯科 斯塔林完全懵了 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 到早上7点15分 这距离战争爆发 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了 斯塔林这才向军队宣布了 德军入侵的实施 9点15分 斯塔林命令苏联军队 不要考虑边界 进行全面反击 事实上 德军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打得苏联措手不及 苏军的通讯系统 原本就很烂 无线电和通讯设备严重缺乏 在战争爆发后 潜伏在苏联的德国间谍 又对苏联西部的通讯线路 大加破坏 造成苏军各部队之间 难以相互协调 在战争爆发的 最初的几个小时里 从边境前线 一直到莫斯科的最高指挥部 各级指挥系统全部瘫痪 苏联边境军队 已经断成了一国州 基本的防御尚且无法展开 越边境反击 是不可能实现的 德军的推进非常迅速 战争爆发后 霍特的第三装甲机群 在格罗德诺北部 渡过了尼曼河 波娱苏军纠缠 持续推进 第二天晚上 也就是6月23号晚上 霍特第三装甲机群的前锋 就已经抵达维尼尔斯 进展非常顺利 到6月24号 25号 苏联西方面军总司令 巴弗洛夫大将 组织第六 第十一机械化军 和第六骑兵军 准备向格罗德诺 发起猛烈反击 希望一举摧毁德军的 第三装甲机群 在格罗德诺 苏联的大杀器 T-34坦克首次亮相 这款新式坦克 立刻引起德军高增的注意 升级3号4号坦克 研制5号报式 6号虎式 提上了日程 巴弗洛夫大将 在格罗德诺 实施了这次反击 动用各式坦克 1545辆 其中KV-1和T-34有472辆 当时整个苏联西方面军 一共有592辆KV-1和T-34 80%都参与了这次反击 然而 巴弗洛夫的这一技重拳 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是因为 霍特的第三装甲机群 在这个时候 早就跑到了威人友斯 巴弗洛夫大将 组织了如此大规模的坦克部队 却扑了个空 更加不幸的是 这个时候 德军的后续步兵 也跟了上来 巴弗洛夫的装甲力量 遇到了德国第九集团军 德军的步兵单位 装备有大量的反弹和火力 同时又得到了空军的支援 苏联西方美军总司令 巴弗洛夫 所组织的机械化机群 损失惨重 到6月25号晚上 彻底失败 其中 苏联第六骑兵军军长 也被德军俘虏了 在南边 古德里安在布勒斯特 巴拉诺维奇的宫头沿险 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 因此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机群的 推进速度 要比北面霍特的第三装甲机群 要慢很多 6月25号晚上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 第47装甲军 切断了斯洛尼姆 与沃卡威斯克之间的防线 苏军有被包围的危险 苏联西方美军总司令 巴弗洛夫大将 命令所有的部队 向斯洛尼姆的夏拉河东岸集结 然后再朝着明斯克方向撤退 随后 巴弗洛夫为了争取撤退的时间 又对德军发起数次反击 军已失败收场 德军非常顺利 中央集团军军总司令 伯克元帅 把指挥部从波兹南 移到布勒斯特 由于苏军无法彻底 打破德军装甲部队的封锁 这导致大部分的苏军部队 在撤退过程中 丢失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 那些勉强冲出去的苏军部队 由于缺乏机动车辆和燃料 不得不用两条腿向东撤退 都显然跑不过德军的装甲部队 和摩托化部队 两天后 也就是6月27号 古德连第二装甲机群 和霍特第三装甲机群 在明斯克东部成功回事 截止到此时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 向苏联腹地推进了350公里 苏联的西部边境 到首都莫斯科的距离 是1000公里左右 德军装甲部队 五天向莫斯科 推进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德军合围的第二天 明斯克陷落了 6月30号 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 在斯洛尼姆弗附近回事 苏联的第20机械化军 和第四空降军 组织了最后一次反击 但是依然无法突出重围 此时此刻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构建了一大一小两个包围圈 苏军的第十集团军 被围困在比亚维斯托克一带的 小包围圈中 苏军的第三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 被德军的两个装甲集群 围困在新格鲁多克一带 为了避免装甲集群 与步兵拉开太大的距离 希特勒示意陆军总司令 布劳西纪元帅 让第三第四装甲集群停止前进 等待后续步兵 把比亚维斯托克 明斯克包围圈中的苏军 全部消灭之后再前进 然而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 伯克元帅 以及前线两个装甲集群的 各级指挥官 都反对杀停装甲部队 当时 德军的两个步兵集团军 对比亚维斯托克 明斯克的包围任务 做得很好 并且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 也已经参与了包围任务 伯克认为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 可以抽出身来 继续前进 在哈尔德和伯克的默许之下 古德里安指挥第二装甲集群 以侦察的名义 继续向比达罗斯推进 比亚维斯托克 这个小包围圈内的苏军 很快就被德军吃掉了 而明斯克西部的这个大包围圈 也已经没有了突围的希望 7月1号 德军就开始渡过贝勒基纳河 德军的快速进攻 以及苏联西方美军的迅速溃败 在苏联军队和平民之中 造成严重的恐慌 苏联西方美军总司令巴弗洛夫大将 以及他的总参谋部 被召回莫斯科 苏联高层指控西方美军的指挥层 破坏防御 不战而退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 在7月3号命令两个装甲集群 全面恢复进攻 但是 他的顶层上司 也就是陆军总司令布劳西齐元帅 坚决执行希特勒的指示 反对伯克的命令 伯克表示 命令已经下达 无法收回 德军装甲部队在7月3号当天 不仅没有停下来 反而一口气推进了160公里 古德里安德装甲部队 越过了别雷金纳河 霍特德装甲部队 越过了道加瓦河 这把德军陆军指挥部 给吓了一跳 德军的装甲部队 行动太快了 与后续步兵的距离 会越拉越大 为了解决前线指挥官 不听指挥的问题 德国高层 想到一个办法 来削弱伯克的指挥权 当时 在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中 除了集团军群总司令 伯克元帅之外 还有一个元帅级别的任务 就是克鲁格 此时此刻 克鲁格元帅 在伯克元帅手下 指挥着一个集团军 就是第四集团军 虽然都是元帅 伯克却是克鲁格的领土上司 为了改善快速冲锋的装甲部队 与行动缓慢的步兵单位之间的配合 在7月4号 德国高层 把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 和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 都划归克鲁格元帅指挥 事实上 这根本不起作用 古德里安和霍特 根本不拦克鲁格的命令 这也导致克鲁格元帅 与前线装甲部队指挥官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深 此时此刻 包围圈中的苏军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不打开缺口 就要全军覆没了 7月6号 苏联第20集团军的 第7第5机械化军 集结了大约1500辆坦克 在列佩利附近 对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的侧翼 发起了反击 然而不幸的是 这1000多辆坦克 撞到德军装甲部队的反坦克防线上 损失惨重 之后 德军第7装甲师 在空军的配合之下 重创了苏军 苏联第5第7机械化军的 1500辆坦克 在三天之内 几乎全军覆没 截止到这 在大包围权中 被围的苏军 失去了所有外援 到7月9号 苏军第3第13集团军 全部投降 只有第4集团军的情况 稍微好点 但是也损失了大部分的兵力 剩余兵力 向东撤退到贝雷金纳河一带 比亚维斯托克明斯克战役 从6月22号 持续到7月9号 前后立时17天 苏联西方面军 一共67万5000人 只有25万人 得以成功逃脱 兵力总损失高达42万 这40多万的战损中 有32万4000人被俘 其余9万多人死亡 或者失踪 这是苏联前所未有的惨败 也是苏德战争初期 苏联的第一次惨败 苏联西方面军的重型武器装备 几乎全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蓝联西方面军 你又知道了 那是什么 你们在买死了 是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势第16、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 在7月10号前后 铁木星哥元帅沿着道家瓦和维杰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 构建了一道新的防线 此时此刻 西方面军在地图上有7个集团军 其实真实情况不容乐观 第20集团军和第16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 已经参与了铁木星哥元帅所组织的先怒反击战 但是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 再看南面 西方面军的第4集团军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即将被减散 所以这个第4集团军我们忽略不计 而莫吉廖夫一代的苏军第13集团军 是一个残部 即将被德军的装甲部队所包围 在7月10号当天 德军从布洛兹克、维杰布斯克、奥尔沙、罗加朝府一线 发起新一步的进攻 德军以古德莲的第2装甲集群和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为主力 向斯莫伦斯克实施前行攻势 当时苏联铁木星哥元帅组织的先怒反击战已经失败了 苏军主力处于溃败之势 所以德军的这部攻势非常顺利 在北面霍特第3装甲集群的第20装甲是VB维杰布斯克 维杰布斯克位在旦夕 苏联第19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刚下火车 立刻就被派往前线 作战任务是配合北面的第22集团军 攻击维杰布斯克一带的德军前锋 这个时候的第19集团军其实根本就没有完成季节 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11号 第19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反击失败 被迫从维杰布斯克撤退 维杰布斯克彻底陷落了 这个时候苏军第22集团军在布洛兹克一带 形成一个突出部 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德军高层计划把苏军第22集团军的这六个步兵师 给一口吃掉 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霍特 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有两个装甲军 其中第39装甲军继续向东包抄斯蒙伦斯克 而第57装甲军向北进攻 目标就是苏军的第22集团军 与此同时德国高层让北方集团军群的16集团军 参与这次合围 此时此刻苏联第22集团军 6个步兵师的处境非常危险 霍特在北部进攻的同时 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南面也发起了进攻 古德里安绕过莫基廖夫 兵分两路 北面是莱美尔森装甲兵上将指挥的第47装甲军 从莫基廖夫与奥尔沙之间渡过了迪尼伯河 目标直指斯蒙伦斯克 南面是由世卫蓬堡装甲兵上将指挥的第24集团军 从贝霍夫渡过了迪尼伯河 并建立了桥土堡 经过两天的战斗 德军击退了苏军的所有阻击 在7月13号 第24装甲军开始朝着罗斯拉夫尔方向展开共识 让人诧异的是 就在同一天 也就是7月13号 苏军第21集团军朝着伯伯瑞与斯克方向 也发起了反击 这次反击的主力是第63军的三个步兵师 苏军一举击退了德军的第一期兵师 随后 苏联第63军通过福桥 越过蒂尼伯河 一举收复了罗加乔夫和斯洛宾 这是苏联开战20多天以来 第一次收复沦陷的城市 苏军第21集团军的第66军 穿过蒂尼伯河之后 在普里皮亚级沼泽中 潜进了80公里 抵达贝雷吉纳河控制了渡河点 古德里安的侧后方虽然出现了危机 但是作为进攻矛头 古德里安管不了这不多 他继续朝着苏联的腹底开进 7月13号当天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的前锋 也就是第29摩托化步兵师 距离斯莫伦斯克仅有18公里了 至于侧后的危机 德军指挥部紧急向南夷调派步兵部队 魏克斯大将的第53军 被调往罗加乔夫 克鲁格元帅的第12、第43军 被分别调往贝霍夫和波布里斯克南部 苏联第21集团军的这三个步兵军 因为德军步兵的到来而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在波布里斯克东南部 罗加乔夫以北的地涅波河索日河一带 依靠森林和沼泽成功守住了阵地 并稳定了下来 也正是因为这颗钉子 德军第二集团军主力 在地涅波河和北雷金南河一带 遭到苏军的长时间牵制 德军的装甲师在实施前行攻势的同时 步兵单位也从正面向前推进 7月14号 德军第五军的两个步兵师填线填到了卢德尼亚 距离斯莫朗斯克只有60公里了 在这个时候 苏联的大杀起 卡丘莎火箭炮出现了 这是卡丘莎的首次参战 苏军组建的第一个卡丘莎火箭炮连 一共有7辆卡丘莎 向德军占领的鲁德尼亚小镇 实施了一次骑射 苏军瞬间射出了100多枚火箭弹 这辆驻守小镇的德军第五步兵师 损失惨重 由于骑射的火力过于猛烈 苏军第五步兵师出现恐慌 开始后撤 苏军的卡丘莎火箭炮 在战争初期装备的并不多 外加德军的空军存在巨大优势 卡丘莎的首秀 也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战果 德军的攻势依旧无法抵挡 第十九集探军斯林部接到命令 要向第十六集探军靠路 然后向亚尔采沃方向撤退 到7月15号 霍特第三装甲机群的前锋 就是第七第二十装甲师 已经抵达斯莫隆斯克东面的亚尔采沃 这两个装甲师切断了通往莫斯克的公路 与此同时 古德莲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 在第十七装甲师的支援下 从南面进攻斯莫隆斯克 并依据占领了斯莫隆斯克的主城区 古德里安随后又派遣第十装甲师 在杰斯纳和东岸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桥土堡 此时此刻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 和霍特的第三装甲机群 南北夹击 苏联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集探军 在斯莫隆斯克一带 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在斯莫隆斯克主城区下落之后 苏联第十六集探军破釜沉舟 对古德里安的军队展开蒙宫 双方展开了围棋一周的巷展 这个时候 苏联第十九集探军的损失 已经非常惨重了 指挥部成了光杆斯林部 之后又不断地接受新的部队 重组军队 7月18号 德军两个壮甲机群的前锋 还有16公里就能合围 但是 由于7月以来一直下雨 导致地面拧拧不堪 很多桥梁也都被炸毁了 道路上又被苏军布满了地雷 只有很少的道路 可以直接使用 霍特第三装甲机群的行动 变得比较困难 前进速度打不如前 这对苏军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苏联高层把新组舰的 第24、第28、第29和第30集探军 调派到斯莫伦斯克一带 从7月21号开始 苏联的这些新组舰的军队 开始与德军的装甲部队接战 苏军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攻 给德军装甲部队的前锋 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德军装甲部队的前行攻势 就差最后的十几公里就能合围 却迟迟无法合围 苏军依靠亚尔采沃南部的森林和沼泽 守住了这条十几公里宽的通道 并且在亚尔采沃南部的地雷布河上 控制着一个渡河点 苏军控制这个狭窄的通道 长达十多天的时间 包围圈中的苏军第16、第19和第20集探军 趁着这个宝贵的时机赶紧突围 在南部被围困在莫吉料夫一带的苏军第13集探军 到7月21号的时候 已经开始严重去发弹药 如果没有援军就要全军覆没了 难免的第21集探军实施了一次赠援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几天后第13集探军弹尽援决 被迫突围 只逃出来一个指挥部 第13集探军几乎全军覆没 就在莫吉料夫陷落的当天 也就是7月27号 德军装甲部队 合上了这个十几公里宽的缺口 苏军控制这个缺口长达十多天的时间 在这期间 苏军的第16、第19、第20集探军 虽然也撤出了部分兵力 但是仍然有40万人被包围在斯莫朗斯克 及其以西地带 这股被围的苏军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 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我们来看南部的苏联第21集探军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亮点 7月27号、28号 巴斯卡列维奇上校 率领三个骑兵师 突击到德军的后方 一举切断了德军的交通线 由于苏军在正面 无法抵挡德军的攻势 而德军的步兵大部队 在两天之后就跟了上来 巴斯卡列维奇上校的骑兵群 被分割包围了 苏军的骑兵大部队 依靠森林和沼泽 成功逃出了德军步兵的封锁 从这儿不难看出 普里皮亚纪沼泽对苏军来说 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可以威胁到德军中央集探军群的侧翼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苏军高层在7月月底 以第21集探军为核心 组建了中央方面军 下辖第13集探军和第21集探军 第4集探军残部被解散后 也加入了中央方面军的各部 紧接着在7月28号 苏联第三集探军 出现在罗加乔夫北部 其实第3集探军 早在第一次明斯克战役中 就已经全军覆没了 刚刚撤到罗加乔夫的这个第3集探军 只是一个指挥部 对苏联来说 一支军队只要指挥层还在 很快就能形成战斗力 第3集探军在8月1号 变入中央方面军 所以在1941年8月1号 苏军中央方面军 下辖第3、第13、第21集探军 其实就只有一个集探军的兵力 7月第8月初的时候 苏军在斯摩朗斯克战役中 败居一地 这时德军距离莫斯科不到300公里 万分危机 当时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长 朱克夫大将 也被斯大林派遣到前线 在西方面军的后方 组建了预备方面军 构建新防线 保卫莫斯科 自从斯摩朗斯克保卫圈合围之后 苏联西方面军第16、第19、第20集探军 在后方援军的帮助下 又有大约5万人成功逃了出去 尽管苏军付出了巨大努力 依旧无法避免被大规模维建的灾难 截止到8月5号 苏军大约有35万人 在斯摩朗斯克主保卫圈中被俘虏 到这儿 斯摩朗斯克战役就算是结束了 德军连胜两场大战 似乎很顺利 但是一个致命的危机 正在慢慢逼近 就是德军的后期问题 由于苏联的铁路网被破坏的很严重 德军的后勤运输 几乎无法利用苏联的铁路系统 德军机械化部队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 就是如何在快速行军的过程中 获得足够的补给 德军的运输供给部门地位低下 通常被认为是军队的二流部门 德国的那些将军们 就算是升级掉入后勤部门 也会感觉是受到了处罚 按照德军的传统 后勤问题就不是一个正经将军 应该考虑的问题 以哈尔德为首的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战略部署上 对军队的后勤没有太多兴趣 无论怎样 后勤部门肯定会想出一套相应的后勤解决方案 德军高层其实早就预料到 后勤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由于闪电战持续的时间很短 他们认为后勤的这些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暂时不会影响战役的成功 就算后期真的有什么大问题 那也是很久之后才会产生 德军高层非常自信 对搜作战不可能是一场长期战役 希特勒预计巴巴罗塔行动将持续四个月 也就是截止到十月底 在后勤问题出现之前 苏联早就灭亡了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心态一样 德国高层要在年底击败苏联 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圣诞节 也就是说巴巴罗塔行动就是一个短期的战役行动 德军的后勤系统也是基于这个短期战役行动来运作的 德军的后勤体系在应对布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时 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巴巴罗塔行动中 德军面临的战况与之前不同 苏联太大了 管后勤的爱德华瓦格纳战军绞尽脑汁想办法 也确实想出了一套特殊的后勤方案 能把德军的供给重身提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 也就是500公里 德军的战略物资全部由卡车和马匹来运输 为了给这些前线德军提供足够的补给 每个集团军要分配足够的卡车和马匹 来运载大约2万吨左右的战略物资 这套基于公路运输的后勤系统 最大补给重身是500公里 500公里大概就是这条线的位置 道加瓦河定一不合一线 也就是说500公里是德军后勤的极限了 在极限运输的时候 汽车要带大量油料 不然根本跑不了一个来回 这个时候汽车运载的物资就很有限了 只能运输燃料弹药和机械化装备的零部件 这些重要物资 所以这套系统有巨大的漏洞 基于这套系统 如果德军的作战纵深超过500公里 作战时间超过4个月 那么德军士兵的饮食就得自己解决 所谓自己解决 就是要从苏联人嘴里抢吃的 斯莫朗斯克战役结束之后 德军机械化部队行军的直线距离 远远超过了500公里的后勤运输极限 德军进攻的宽度最初有800公里 随着战争的推进 德军的正面像一个漏斗一样扩展到2500公里 德军行军的距离和作战区域的大小 都已经远远超过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 并且苏联夏天的道路条件非常恶劣 那些在地图上标注的所谓的公路 绝大多数都是土路 下雨的时候把路面坑坑往往泥泥不堪 不下雨的时候把路面上的泥巴被轮胎和铝带 碾成了沙尘 尘土飞扬遮天彼日 士兵的鼻孔和嗓子火辣辣的就像在燃烧 连战马都在不停的打喷嚏 一切火舞都备受煎熬 恶劣的尘土路和泥巴路 让德军的各式车辆都承受着巨大的损耗 德军坦克发动机的滤清器经常堵塞 百公里油耗高得吓人 灰尘甚至能够进入发动机 直接导致故障 在这样的条件下 德军后勤部门要为300多万德军士兵 50多万辆烧油的机器 30万匹吃粮的战马提供后勤爆炸 德军的后勤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斯莫朗斯克战役中 德军第二第三装甲集群的战斗力 遭到极大的削弱 依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的古策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9个装甲师 在7月23号的时候 战斗力就已经普遍下降了50%左右 战力下降的因素既包括战场上的损失 也包括行军中的损耗 最为重要的 这套依靠汽车马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500公里后勤方案 它无法运输装甲部队所需的坦克和装甲车 坦克这种精密的作战武器是用来冲锋的 它的寿命是按小说来计算的 不可能从德国边境开800公里前往斯莫朗斯克 坦克必须用火车来运输 在最初的几个月 苏联的铁路被破坏的非常严重 德国人必须花时间来修复 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月 德军的坦克如果被打包废了 是无法补充的 德军的坦克会越来越少 德军的后勤问题在短期内是无解的 德军必须抓紧时间修复苏联的铁路 然后建立后勤布局基地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斯莫朗斯克主包围战结束之后 德军装甲部队进行了修整 其实就是给前线的装甲部队一点时间 让他们修一修损坏的坦克 再补充一些弹药和燃料 修补好的机器也无法再得到补充 一直到莫斯克战役爆发 德军东西的装甲部队 才得以补充一些新的坦克 8月上旬 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弹药和燃料的储备都翻了一番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 在8月20号之前 几乎没有给霍特安排任务 古德里安军队的补给状况 和霍特差不多 同样也没有新的坦克补充 稍微不同的是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的假期没了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 想趁此机会 让古德里安帮忙解决一下南裔的问题 南裔有什么问题 看地图一目了然 南裔魏克斯大将的第二集团军主力 被挡在伯伯雷斯克一带寸步难行 停顿的时间都快一个月了 对苏军来说 这就是普利皮埃及沼泽的产流价值 苏联中央方面军第21集团军 和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 就像两颗钉子一样钉在普利皮埃及沼泽 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 严重威胁着德军的侧护方 德军的第二集团军遭到长时间的牵制 这导致古德里安第二集团军 长达300公里的薄弱侧翼 暴露在苏联面前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要解决侧翼问题 仅仅只靠魏克斯自己的第二集团军 显然不太行 毕竟德军第二集团军主力 被堵在这儿已经有二三十天了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 要求古德里安抽出一个装甲师来支援第二集团军 古德里安虽然不反对伯克解决侧翼问题 但是却反对伯克抽掉自己的装甲部队 坦克是用来进攻的 古德里安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宝贝 一点一滴滴毁在毫无意义的旅途之中 但是反对也没用 古德里安不想南下 却不得不分兵南下 8月8号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在罗斯拉夫尔附近 见面了苏军的第28集团军 集团军司令卡查洛夫中将在德军的炮火中争亡了 德军在罗斯拉夫尔一共俘虏了38,561名苏军士兵 斯莫洛斯克主暴雨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希特勒乘坐着飞机飞往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部 会见前线的各级将领 当时古德里安信心满满地表示 他的部队只要经过必要的修整和补充 10天之后也就是8月15号就能对莫斯科发起进攻 霍特也表示 他的第三装甲集群在8月20号之前 也能完成进攻莫斯科的各项准备 然而希特勒心里并不准备攻击莫斯科 希特勒早在一个月之前 也就是7月中旬就已经发布了第33号指令 提出斯莫洛斯克战役结束之后 中央集团军群要分兵南北 参与包围基辅的战略计划 陆军总指挥部在当时就表示反对 要求继续攻击莫斯科 双方断断续续争论了20天 到斯莫洛斯克主包围战结束的时候 依旧没能达成一致 到8月12号 德军发布第34号指令 在这个作战指令中 希特勒向中央集团军群各级将领表示 他并不是要放弃进攻莫斯科 而是在进攻莫斯科之前 要率先把中央集团军群的两翼风险给解决掉 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第三装甲集群 需要重新部署来支援南北两翼 一旦列宁格勒和基辅一带的苏联大军被清除 第二第三装甲集群将重新回到中央集团军群 不仅如此 北方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群 也将会拨给中央集团军群使用 到时候将会有三个装甲集群 同时攻击莫斯科 相比之前的第四装甲集群 глав者的朋友 立往六八角团的地方 贝有12了 不仅如此 非常重要 有一定很重要 冷却的事情 我会拨救出人 军群担群 一座 当然 你 不将靠群 《本群》 打被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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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储自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出的答案是 元首可能在考虑 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只有战役区的胜利 才能对占领区的经济目标 抱有幻想 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希特勒的眼中 并非只有经济目标 希特勒在巴巴阿罗他行动之前 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他说 对苏作战 其目的不是为了战胜 战领这么简单 而是要彻底铲除苏联 要在军事上消灭苏联的优生力量 在经济上 夺取苏联的原料产地 同时要摧毁 能让苏联死灰复燃的工业基础 面对苏联这样 地广人多的工业大国 只占领一些军事目标 那是不可能击败苏联的 歼灭苏联的有生力量 才是击败苏联的唯一办法 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与陆军总指挥部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时此刻 德军高层争论的关键问题是 德军要把主攻方向 放在什么地方 才能成功将苏军大规模见面呢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认为 主攻方向应该是莫斯科 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都 不仅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和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 苏联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 那么德军可以通过攻打莫斯科 来集中消灭苏联的主力 达成大规模见面 苏联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 从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 随着斯莫朗斯科战役的进行 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恰恰觉得莫斯科无关紧要 希特勒甚至担心 如果进攻莫斯科 苏军可能会像1812年那样 选择战略撤退 但是 如果进攻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 这样的工业中心 苏军绝无可能轻易放弃 希特勒相信 苏军的主力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坚守乌克兰和林格勒 两国撕破脸之前 由于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 苏德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特别是法国战役之后 德国对苏联工业原料的依赖日益严重 所以 在苏德开战之前 斯大林同样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认为 如果德国攻击苏联 那么主攻方向会是乌克兰地区 并且在战前 苏联并入比萨拉比亚和北部科威纳 引起德国的忌惮 斯大林认为 德国为了普洛耶斯蒂丘田的安全 很可能以罗马尼亚为跳板 攻击乌克兰 最终的结果是 苏联在乌克兰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西南方面军是苏德战争初期 苏联规模最大 最集中 战备做的最好的一个方面军 斯大林对乌克兰极为重视 在他的潜意识里 要在乌克兰的大平原上 与德军决议施战 所以 在战争刚开始 南方集团军群 是德军南北中三个集团军群中 压力最大的一个 截止到1941年8月中下旬 也就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南下之前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 依然没能打破 进展缓慢的困局 南方集团军群 既没有攻占基辅城 也没能大规模减灭苏联的主力 甚至抵达地面波河之后 再也无力深入后方 从地图上看 莫斯科外围方向 有三个方面军 分别是西方面军 玉背方面军 和布良斯科方面军 总共有16个集团军 相比之下 西南方面军 在地图上仅有6个集团军 可不要小看 西南方面军的这6个集团军 西南方面军 并未受到德军的重创 只在乌曼被围了一次 损失了10万人 当然了 10万大军也并非小数目 这里说没有受到重创 是相对而言的 对比它北面的苏联西方面军 两个月已经损失了 100多万有生力量 这样看 苏联西南方面军 在乌曼的损失算是少的 各部队的建制 兵源都保存的比较完整 根据苏联官方的数据 截止到8月底9月初 苏军西南方面军的总兵力 还有85万 这还不算南方面军的兵力 也就是说 苏军在乌克兰战略方向上的主力 基本上全部撤退到基辅一带 基辅保存着苏联的重兵集团 西南方面军的这6个集团军 有85万大军 而莫斯科方向 由于苏军连续在 比亚维斯托克明斯克战役 以及斯莫隆斯克战役中惨败 两个月损失的军队 多达百万之中 此时此刻 田木星哥的西方面军 有很多师机部队 甚至只有几百人 一两千人 所以莫斯科方向的这16个集团军 就要大打折扣了 那么这16个集团军 有多少兵力呢 我没有详细数据 不妨做个估测 就是苏联经过一个多月的权力筹备 到10月份台风行动开始的时候 苏军在莫斯科一带 积极的总兵力 大概是120万人 所以在一个多月之前的 8月中下旬 也就是斯莫隆斯克战役结束之后 莫斯科一带的苏联兵力 肯定要远远低于120万这个数字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一直坚信苏军的主力就在莫斯科方向 依据他们的估测 在8月中旬 莫斯科方向的苏军 大概有70个师 苏联70个师有多少人呢 在苏联战争打响之前 苏联的一个步兵师 普遍只有8000到9000人 只有列宁格勒军区稍微高一点 平均下来大概一个师 11000人 以此来估算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估测的只70个师 大概也就560万人 而此时基辅地域 聚集了85万苏联大军 是苏联兵力最多最集中的区域 当然了 我们是上帝师家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并不清楚这个情况 结论是 在斯莫朗斯科战役结束之后的 8月中下旬 苏联在基辅地域的总兵力 不会低于莫斯科方向的总兵力 希特勒南下基辅的战略 是要解决中央集团军群 薄弱的侧翼 打开南方集团军群 两个月以来 进展缓慢的困局 一旦希特勒 维艰基辅的战略能够实现 既能在基辅地域 实现大规模殲灭 搜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 还能摧毁苏联的 哈尔科夫工业中心 控制乌克兰大量仓 顿巴斯的煤田 以及高加索的油田 希特勒认为 在严东到来前 达成这些目标 比攻占莫斯科更有意义 当前线的这群陆军将领 要求继续攻击莫斯科时 希特勒说 你们这些陆军将军 除了能带几个兵 其余啥也不懂 最后 古德里安竟然也同意了 希特勒的命令 古德里安 他是真的被希特勒的战争 竞技学所折服了吗 结合当时古德里安的处计 答案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 自从8月5号 斯莫朗斯克主包围战 结束以来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 又连续战斗了15天 连片刻的休整时间都没有 到8月20号 哥美利克里千夫战役结束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机群的战斗力 只有战前的40%左右 已经被严重削弱了 第24装甲军下辖的 第三第四装甲师 在战争初期 拥有392辆坦克 其中性能比较好的 38体3号4号 多达267辆 到8月20号 392辆坦克 只剩下124辆了 坦克损失率高达68.4% 其中第三装甲师 可用的坦克数量 从战争初期的215辆 下降到60辆 而第四装甲师 可用的坦克数量 从战前的177辆 缩减到64辆 相比之下 第47装甲军的 坦克保有量 就稍微高一点 420辆坦克 还剩下188辆 坦克损失了55.2% 其中第17装甲师 可用的坦克 从战前的202辆 缩减到74辆 第18装甲师 可用的坦克 从战前的218辆 缩减到114辆 当然了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装甲部队坦克的巨大损失 并不是南北分兵之后造成的 早在一个月之前 也就是7月23号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9个装甲师的战斗力 就已经普遍下降了50%左右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在8月22号的报告称 两个装甲集群 已经疲惫不堪 如果不进行 充分的修整和补充 他们将无法实施 任何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作为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参谋长 哈尔德大将 对装甲部队的损失状况 非常了解 中央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困难 他也很清楚 这些信息 也都被哈尔德写在日记中 国防军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 之所以如此坚定不一地 要攻击莫斯科 并不是说莫斯科好打 而是因为 他觉得希特勒南下基辅的战略 很不靠谱 古德连第二装甲集群的坦克损失 如此严重 又无法及时补充 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在面对莫斯科这样的 无法预知其复杂程度的战略目标时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贸然进攻 存在巨大风险 而当时 苏联的中央方面军几乎溃不成军 即将被解散 而匆忙间成立的布良斯科方面军 还无法对古德连造成威胁 此时此刻 在基辅后方 几乎成了苏联兵力的真空区 这个时候包抄基辅就成了古德连最安全可靠的行动 古德连最后遵从了元首的命令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和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 得知后都非常生气 前一天还在反对希特勒南下 今天就站到独裁者那边 这简直就是普鲁士军人的耻辱啊 古德连因此在德国国防军陆军的那些高级将领中 遭到击打彼此 但是目以成舟 前线军队立刻要执行围攻基辅的战略计划 基辅战役开始之前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与苏联的西南方面军之间 进行的比较大的战役 就是杜布诺普罗利坦克战 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机群 遭到苏军机械化部队的猛烈反击 799辆坦克被苏军击毁了200辆 但是由于苏军的指挥与后勤系统太烂了 布罗利坦克战仍然以德军的胜利收场 苏军损失了大量的坦克 此战之后苏军开始积极败退 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兵员虽然保存的很好 但是在撤退的过程中 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机械化装备 8个机械化军 一共14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步兵师 前前后后大概损失了4500辆坦克 除此之外 装甲车 汽车 摩托车 拖拉机等机械化装备 也几乎全部损失了 这直接导致基辅战役中 苏联军队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装备可以用了 8月23号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正式开始南下 两天后 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集团军 紧随古德里安 也开始越过地聂伯河和索日河南下 紧急之下 苏联解散了中央方面军 其下辖的第21和第3集团军 编入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 布良斯克方面军总司令伊丽缅科 信誓旦旦地向斯大林保证 他要一举粉碎古德里安 布良斯克方面军一共投入了25万人 259辆坦克 阻击古德里安 但是 由于布良斯克方面军刚成立不久 准备不足 反应迟钝 伊丽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 在8月底 付出了10万人的伤亡 却依然未能牵制古德里安南下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 在南下之前 就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坦克 装甲力量只有战争初期的40% 但是 在面对苏军的阻击时 仍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古德里安自北向南 行动迅速 9月初就渡过杰斯南河 9月10号 古德里安的前锋部队 就攻占了罗姆内 并继续南下 此时此刻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机群的前锋 与德军南方集团军 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机群 相距180公里 苏联布梁斯克方满军 与西南方满军之间的缺口 已经扩大到60公里了 基辅一带的苏联军队 面临被暴卫的危险 苏联西南战略方向总司令 不穷尼远率 连续两次请求放弃基辅 但是 斯大林不允许 此时此刻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机群的部队 从波切普 一直向南 扑到罗姆内 所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 都依此排开 最北面的是第18装甲师 最南边的进攻矛头 是第三第四装甲师 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 筋疲力尽 已经没有多余的部队 再向南扑了 到9月12号 这都已经过去20天了 而德军南方的装甲部队 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 伯克元帅 非常愤怒 他催臭伦德斯泰特元帅 赶快让你们南方的装甲部队 行动起来 北上会师 那么德军南方集团军群 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机群 在干嘛呢 原来啊 克莱斯特第一装甲机群的 第三装甲军 早在8月20几号 就开始渡河 在蒂涅波罗比罗夫斯克的 蒂涅波河东岸 攻击苏联军队 忙着扩大桥土堡 到8月26号 完全控制了蒂涅波河 河区的东岸 然而 渡河的德军 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弹药消耗和部队损失 都显著提高 以至于 德军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机群 已经没有能力 继续深入了 一直到9月12号 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 已经越过罗姆内 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机群 这才趁机 从克里曼丘格的桥头堡 渡过蒂涅波河北上 绕到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后方 德军南北两支装甲部队 即将在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后方 完成合围 对苏军来说 形势万分危机啊 克莱斯特第一装甲机群 怒合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9月13号 苏联的布琼宁元帅 被斯大林撤职 铁木辛格元帅 接任西南战略方向总司令 指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 注意这个西南战略方向总司令 战略方向总司令 比方面军总司令 还要高一个层级 此时此刻 斯大林仍然没有撤退的打算 苏联最高作战指挥部 要求铁木辛格元帅 继续攻击德军 然而这个时候 苏联西南方面军 已经混乱不堪了 无法形成统一的指挥 苏联军队以军师为单位 各自为战 四天之后 也就是9月16号 克莱斯特第一装甲机群 与古德连第二装甲机群 在幕后为查 成功会师 苏联由四个集团军 被包围了 斯大林这才下令 让西南方面军撤退 但是微时意外 这个时候 德军距离苏联的 哈尔科夫工艺中心 只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先后争亡 幸运的是 苏联西南战略方向总司令 铁木兴哥元帅 赫鲁晓夫政委 以及被撤职的布琼尼元帅 都成功逃出了包围圈 苏联高层的这几位重量级人物 差点葬身几辅 苏联西南方面军的指挥层损失惨重 在最后几天的坚固抵抗中 包围圈中的60万苏联军队 通讯断绝 无人指挥 在9月26号 苏联的第5集团军 第21集团军 第26集团军 第37集团军 以及第3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被迫全部投降 在外面协助主力突围的 第40集团军 也几乎全军覆没 德军声称俘虏了60万苏联士兵 其实这60万人中 有不少是苏联的平民 包围圈中的苏联士兵 大概有45万3000人 基辅战役到1941年的9月26号 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 最大的一场危险战 苏联西南方面军 85万大军 几乎全军覆没 兵力总损失高达70万 其中有61万6千人 死亡 失踪或者是被俘 对苏联来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失败 西南方面军的巨大损失 已经远远超过 比亚维斯托克民斯克战役 和斯莫朗斯克战役 德军在基辅战役中 有13000人阵防 5万人受伤 德军损兵不到7万 截止到这儿 苏德战争整整三个月了 连续三场大战 比亚维斯托克民斯克战役 斯莫朗斯克战役和基辅战役 苏联在这三场大战中 兵力总损失 保守估计有187万 要注意 这只是三场大战中苏联的损失 并不是前三个月苏联的兵力总损失 在这三场大战中 只是被俘虏的苏联兵力 就有150万人 基辅战役胜利后 德国高层各个乐开了花 德国国防军陆军的那些将领 比如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 以及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等等 他们不是一直反对希特勒的计划吗 就连他们也对基辅战役的胜利 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 兴奋的宣称 德军在基辅战役中 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胜利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宣称 斯大林将不得不接受德国的和谈条件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佩尔 在日记中写道 元首身上散发着由衷的快乐 战争女神最终选择青睐我们 身处北非的隆美尔 也为基辅战役的巨大胜利 欣喜若狂 他在日记中写道 德军在苏联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 所以啊 站在1941年9月26号这个时间节点上 也就是基辅战役刚刚结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 德国高层的所有将领 注意 是所有 包括之前一直反对西特特南下基辅的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都认为基辅战役的胜利是空前的 对德军意义重大 在这个时候 没有谁会认为基辅战役有哪里不对 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德军将领认为苏联已经崩溃了 苏联接下来的任务就只剩下逃窜了 德军将领的一系列反应 从侧面表明基辅战役对1941年的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对当时的德军来说是积极的 对苏联来说又是致命的 如果天气良好 如果一切都如希特勒的愿 那么基辅战役之后大概只需20天 也就是到十月中下旬 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就能开进莫斯科了